提到办喜事 您知道台湾哪个地方的结婚率最高吗 答案是新竹市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竹科的就业机会多 而且市政府提供的生育补助也特别多 趁着造型的空档 新人们拿起相机自拍 从嘉义来的温定和男友到新竹市创业 现在工作稳定 准备在新竹定居 我从外地来这边 就是看竹科的消费能力 然后觉得这边还蛮稳定的 所以想在这边结婚定居下来 除了工作机会吸引人 新竹市的生育补助也是新人的考量之一 因为这边就业工作高 然后结婚的小孩的生育补助也比较好 新竹市的生育补助第一胎一万五 第二胎两万 让新婚夫妻相当心动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今年一到十月 全国共有十一万两千多对新人结婚 新竹就有两千四百五十二对 是全国结婚率最高的都会区 平均一天就有八对新人结婚 每一千人就有五点九四对 就业机会非常多 也吸引了许多失婚年龄的男女 来这边工作就业 那么进而在这边定居结婚 那再加上我们的生育今天也非常的诱人 结婚率高 相对新竹的生育率也高 去年平均一天就有十五名新生儿报到 不过台北和苗栗也都祭出了高儿生育补助 看来新竹要维持优势 还得从教育文化和公共建设多多努力才行 记者展入文新竹报导